美国气象局在2月10号表示 今年的那尼拉现象已经离去 但是对于全球已经造成极端寒冷气候的影响 那尼拉现象是指太平洋东部制造地区 和太平洋中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 通常紧随Ə尼尼紐纳现象之后 持续时间长达一年 今年那尼尼拉现象一场短暂 从去年10月发生以来 只持续了4个月 创下了停留时间最短的记录 不过这次那尼尼拉现象虽然弱 但也造成去年12月和今年1月 美国北部平原、阿拉斯加 以及加拿大西部地区异常寒冷